它是世界上最恶心人的武器 只有打火机大小 先来看一下它的威力 虽然很小 但却是一枚实打实的地雷 它就是花瓣地雷 也称为蝴蝶雷 花瓣地雷长120毫米 比打火机大不了多少 重量仅有75克 但千万不要被它的小尺寸所迷惑 这么小的体积 实际上装有37克炸药 由于体积小 扔在地上难以辨认 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凶残的鬼雷 通常针对步兵 踩上后基本会断腿 1999年沃泰华净雷公约 明令禁止使用花瓣地雷 但是近两年的俄乌战场上 仍然出现了花瓣地雷的踪影 毛哥做了个街头实验 把花瓣地雷扔在大街上 根本没人注意到 更可怕的是它的布设方式 通常采用远程多管火箭炮投射 一辆飓风自行多管火箭炮 20秒内可以骑射16枚布雷火箭 每枚火箭可以携带312颗花瓣地雷 也就是说 飓风一次骑射 就可以向40公里外的目标区域 布设4992颗花瓣地雷 下面做个实验 看看花瓣地雷的实际威力 引爆它很简单 扔快石头就能爆炸 这就是花瓣地雷的威力 虽然爆炸的范围不大 但足以把人炸残 排除它很简单 用一根长长的树枝和矿泉水瓶就可以 关键是它太难被发现 还有一种更简单爆裂的方式 用枪 用枪排雷非常简单便捷 打中了就爆炸 打不中也能破坏掉花瓣的触发系统 话说回来 这武器谁发明的 真的够下三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